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佛讲《论语言缘》第十四章 子章问证 子曰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 竹章问情 诸万 以之无管 行之以忠 子章 向福祉请问 为证之道 福祉回答他说 在位的时候 不可倦怠谢度 执行公务的时候 务必要忠于执守 这讲的很简单 但是很真切 子章信专孙明师 子章是他的字 曾子曾经有这个评论 说堂堂护张也 难于并为人矣 说我们的学长子章 可是相貌堂堂做派 非常的浮复 但是很难跟他一起来实践人 因为子章他有气派 他表现出来 是真正能够 让你觉得 哇 儒家之作派 但是过头了一些 子章也这么说 说无有章也 其难能也 然而为人 子游对子章也很称赞 说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子章是非常难能的 但是质疑说 他是否达到人人的地步 哪有段距离呢 我想这两个评论放在块 大概可以了解到 子章是很有成就的 但是还没有达到 人这个境地 这是可惜的 因为子章至高才大 是有规模 有理想 但是子章 其实未必能够 实之以恒 所以夫子要他 居之无隽 行之以忠 居之无隽 就是有恒 行之以忠 也是要有恒 而更重要的 要忠于执守 这里的居 我们可以说居家是居 居官是居 居心是居 居家要以校友 校替为主 居官要以无谢为制 居心要以公正为制 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说的 要居之无隽 居之无隽 居家居官居心 居家校替 居官无限 居心公正 而敬可以致事 因此能够不倦 什么叫敬呢 敬就是贯彻忠实之道 这是责任伦理 是不可忽略的 居之无隽 是内圣功夫 这一面为多 行之以终 是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 通贯为一的 所以就此来说 很重要 我们要内圣外王 通贯为一 居之无隽 是属内 而行之以终 是外 内外是通贯的 有内而外 有外而内 是内外相养 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是清楚的 有人说 你属于外王这一面多 叫做政治如学 属于内圣这一面多 为心性如学 那么政治如学 心性如学 其实一个 重在传经之如为多 一个在传心之如为多 其实传心之如 传经之如 是通而为一的 即使道孟子跟荀子 看似有很大不同 其实仍然是通而为一的 都是以孔子的志向 作为志向 都是以真正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作为永恒的目标 这一章讲子商问证 重点也在此 子商问证 子曰 居师无倦 行之以终 记得 这个终日在这里 是终于职守 终于职事 而居之无倦 刚刚有讲到了 自己的居家 居官 居心 这三居都能够 生生不息 自强努力 一直做下去 这是对的 好 最后 我用和若古音 再读它一遍 主养文情 主管 吉吉武管 行之以终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